上期视频,我基本介绍完了并系群原西角类 他们在找猪罗士十分成功,尤其是大追隆科 但是到了后面的中猪罗士,晚猪罗士,以及更晚的白尔记 那些机干类群基本上灭绝了 而一个更加进步的分支成为了主角 他们就是西角夏姆 哥达龙就是机干的西角夏姆 他的体长达到了9米,只重了2.5吨 他是最早的西角夏姆之一 生存于大约1.91年前的印度 他的骨骨横断面是椭圆形的 说明四肢成柱状 加上前后肢长度差不多 因此他们已经习惯了四足行走 虽然目前已经发现了12九个达龙的化石个体 可是一个完整头骨都没找到 只发现了一些牙齿 牙齿的结构已经和之后的西角类恐龙十分接近了 牙齿呈石形,边缘还有锯齿 可以切断啃食植物 而且作为机干的西角夏姆 他们的四肢结构还是比较原始的 他们的脚掌宽大 每个脚掌五个脚趾 并且长着爪子 三八龙对你们没有听说 他确实就叫三八龙 也是机干西角夏姆的 体长越8米,其重越2吨 生存于1.75亿年前的四川 化石很碎很少 刚发掘的时候还混进了鸟屯木恐龙的化石 同样在中国发现的西角夏姆 还有云南的昆明龙 生存于1.9亿年前 体长有11米 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巨龙了 不过五定昆明龙和巨型鹿凤龙 可能是一个物种 西角夏姆中更加进步的分支 叫成重龙类 他们的四肢的转次已经退化了 四肢成柱状 基本不会二族形走了 几次龙是机干的成重龙类 体长有15米 生存于1.67亿年前的尼日尔 它和同一时期的剑龙类 一定有PY交易 尾巴末端有四根用来防御的尾刺 火山齿龙科也是机干的成重龙类的分支 火山齿龙 它生存于1.9亿年前的精八不韦 它体长11米 体重3.5吨 火山齿龙的四肢强健 前肢很长 达到了后肢长度的76% 而且相比较那些更加原始的 二族新走的西角形亚木 火山齿龙的脚趾 肢骨和小腿都缩短了 不过还是没有更加进步的分支那么短 他们的爪子也退化了 不过第一只的爪子还是没有退化 非常巨大 第二第三只的爪子变得和指甲一样 很宽很扁 其他两个只的爪子已经退化得很小了 在上个世纪 人们认为西角类恐龙主要待在水里 它们栖息在导舌中 依靠水的浮力来支撑自己庞大的身躯 然而对火山齿龙生活的地层进行考察 发现它们栖息的地方是在沙漠 所以火山齿龙肯定是陆地动物 西角类演化出巨大的体型 也绝非适应水中环境 火山齿龙科中有个欧姆电龙 生存于1.8亿年前的德国 它是目前发现了最小的西角下木恐龙 只有4米长 体重不到300公斤 但是体型这么小也只是暂时的 在沉重龙位中 有一个分支脱颖而出 它们演化出了我们熟悉的绝大部分西角类恐龙 并且这个分支感觉喝的金颗辣一样 开挂似的增重 它们就是正西角类 可以说体重超过10吨的西角类 都是这个分支的 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也不要怕 微笑着面对它 消除困难的最好办法 就是努力变大 按照这样发展的话 西角类应该只要增大体型 加长脖子就行了 然而并非如此 真西角类中还是有一些 不是很大的家伙 但是我觉得这都算正常 可是一种鸡蛋真西角类 却这样的非常诡异 彻底颠覆了我对西角类的认知 观众朋友们做好准备 亚特拉斯龙 这是唯一一种 腿比脖子长的西角类恐龙 可以说就是脖子以下全是腿 小黑附身啦 亚特拉斯龙体长15米 高8米重15吨 生存于1.6亿年前的摩洛哥 很多人都认为 此类的西角类除了体型庞大外 一无是处 它们只能用巨大的体型来抵抗掠食者 其实并非如此 有一些西角类演化出了尾锤来自保 比如说鼠龙 体长9米重4吨 鼠龙的尾锤称仿锤形 又粗又短 由四个尾锥骨愈合而成 可以用来抵抗掠食者 可以打伤他们 不过还是避免不了成为大型瘦角类的猎物 鼠龙生存于1.6亿年前的四川 它的数量很多 在它所在的大浦山动物群中 它的化石数量最多 占据所有恐龙的90% 原来尾锤那么好用 鼠龙的脖子非常短 在西角类中脖子比它短的只有端井攀龙 短短的脖子说明它们的主要食物 是低矮的植物 它们的头骨很短很宽 牙齿非常粗壮 并不分离 上下和向上弯曲 像圆钉的剪刀一般 我觉得它们主要食物应该是苏铁 或者其他低矮粗糙的植物 尾锤真的那么好用吗 可能还真的是这样 然后鼠龙的尾锤被抄袭了 什么抄袭啊 这叫去同演化 每次我一个更加进步的分支 也演化出了尾锤 这就是马蒙西龙科 马蒙西龙科表示 可能尾锤还真的挺有用 甲龙表示 我性这个鬼一个招老头去坏得很 当然马蒙西龙科和鼠龙 也有不去同的地方 比如说鼠龙的脖子很短 而马蒙西龙科的脖子却超乎寻常 真的太长了 脖子可以占据体长的一半 甚至更多 而且马蒙西龙科的尾锤是椭圆形的 它们的尾锤是由五个尾锤骨愈合而成的 马蒙西龙科的代表物种 肯定是马蒙西龙啦 马蒙西龙属于很多个种 有剑舍 阳士 河川 广源 便言 安月 中佳 其中中佳马蒙西龙是这个属中最大的 体长有38米 体重80吨 它还是马蒙西龙科中最大的 而且还是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恐龙之一 中佳马蒙西龙生存于1.6年前的新疆 可能有人很好奇 新疆这个干旱的地方 怎么会孕育出这么庞大的动物 那是因为侏罗纪时期的新疆并不干旱贫瘠 那个时候印度自大陆还没有飘过来 喜马拉雅山脉没有新城 那个时候的新疆可以说是鱼米之乡 中佳马蒙西龙那巨大的体型 和他在一起的十肉恐龙只有董事中华道龙 将军妙丹吉龙 五彩冠龙这些家伙 我估计他成年之后还真的没什么天敌了 不过大部分马蒙西龙属可就没那个好运了 岸岸马蒙西龙和川马蒙西龙 冰岩马蒙西龙体长大概25米 而杨氏马蒙西龙和剑山马蒙西龙也就15米左右 最小的广元马蒙西龙体长才10米 马蒙西龙的尾锤当然不只是摆设 在一只和平中华道龙的肩胛骨上 发现了断裂的痕迹 很可能就是马蒙西龙的尾锤造成的 知道什么叫龙边吗 想吃我的掠食者都要被挨打 哦对 我突然想起上次视频中 我说过大椎龙可能会照顾幼龙 但是更进步的西角下母 普遍认为是不会照顾幼龙的 雌性西角类会产下很多卵 炒完卵后就对孩子不闻不问了 让他们从小就置于危险之中 确实不是什么称职的母亲 但是总有一些幸运儿会长到成年 而且他们数量已经足够了 马蒙西龙其实应该叫马鸣西龙 但是由于补生物学家杨忠健的口音问题 毒成了马蒙西龙 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 根据国际命名法 现在想改也改不过来了 马蒙西龙不仅仅脖子长 颈椎也多有十九节颈椎 远远超过了其他西角类 额眉龙也是马蒙西龙科的 他们同样也有很长的脖子 脖子占体长的一半 尾巴上有个防卫用的尾锤 不过额眉龙就没那么大了 体长十一至二十米 体重三至二十吨 颈椎也没有马蒙西龙那么多 只有十七节颈椎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马蒙西龙科都有尾锤 川阶龙和新疆巨龙就没有尾锤 川阶龙体长十七米 体重十一吨 而新疆巨龙体长更是可以达到三十米 体重四十吨 马蒙西龙科的绝大多数成员 都只分布于中国 但是这个达不六什么龙的 就发现于非洲 金龙科也是鸡干的珍稀角类分支 金龙体长十六米 体重十六吨 生存于1.67亿年前的欧洲 小朋友就问我了 金龙不是和犹他盗龙生活在一起的吗 很多人都看到恐龙革命中这样一段 两群犹他盗龙追下一群西角类恐龙 很多人都说那个西角类就是金龙 但是其实他是血松龙 恐龙革命当然也不能被这个黑锅 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错了 因为两者的拉丁文太像了 不过金龙的骨骼也比较原始 它的骨骼是实心的 而更加进步的西角类为了减轻体重 骨骼演化出空腔的 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龙也是金龙克的 和金龙差不多大 别把他和巴塔哥尼亚巨龙搞混哦 两者仅一字之差 内在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然后上述类群没有一个活到白俄级 但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巨龙时代才刚刚开始 下一期我介绍一下小类中非常成功的分支 他们就是凉龙超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